这张黑白照片是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真祥 他离世已经超过70年 在数位化技术的处理下 他的照片和尘封近百年的手稿文件 得以在比利时圣安德鲁修道院 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 陆真祥在清末名初外交史中扮演重要角色 最为人所知的是1919年率团参加巴黎合会交涉山东问题 1927年他丧妻后进入比利时修道院修行 包括巴黎合会的电文和日记手稿等珍贵史料 也因此留在了修道院 听说中国大陆的大师也帅了很多的管员来这个地方参观 谈未来的合作 所以显然中国大陆也正视这一段清末名初外交史 等于间接也证实证明了中华民国的存在 经贵中严院数位化作业之后 超过两万页的珍贵史料 未来将会公开 让世人更了解明初的外交史末和陆珍祥的贡献 中华民国内ת国政府